现在 卢米安吓了一跳 虽然在探索教堂弟弟这件事情上 他本身也很急 但不至于急到这种程度啊 念头一转间 他反问道 不能等到晚上吗 那个时候 夜深人静 教堂只剩下两三个仆役 还不是认自己等非凡者轻松潜入 莱恩温和弹有力地说道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想想 我们能想到夜里的教堂没什么人 缺乏保护 本堂神府他们会想不到吗 我怀疑 他们会派团队里的强者轮流看守 或者布置足够隐秘的陷阱 一旦触动就有警报 而现在 接近中午 所有村民都回家了 不会有谁在这个时间点到教堂祷告 加上是白天 陷阱不会开启 免得误触 两个神府和杂役们 又都在教堂 很容易就让人失去警惕之心 也就是说 那个团队里的强者 会很放心地在家里用餐 我们只需要面对本堂神府 赴本堂神府和三个杂役 卢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邦莱恩说出了后面的话语 而在四月三日前 本堂神府还是普通人 没获得超凡力量 今天是四月一日 另外 赴本堂神府虽然有异常 但明显不是本堂神府 那个团队的核心成员 那三个杂役同样如此 丽雅笑着补充道 我们四个非凡者 还不能无声无息 对付五个普通人 卢米安想了吓道 但 会不会让我们 没法等到第十二页 这略等于触动了 本堂神府这一侧的异常 历史必有相应的改变 你自己说过 比起我们 本堂神府他们 更想隐忍到四旬节 更想迎接第十二页的到来 只要我们不杀掉他 等他醒来 发现有人进过地下室 也只会装作什么都没察觉 加快本身获取超凡力量的进度 丽雅笑道 等祈求恩赐成功 他或许会带着人追杀我们 但科尔杜村也不算小 我们的实力同样不弱 躲一躲 拖延一下 同样能等来四旬节 卢米安认可了这个理由 好 就现在 他随即提醒道 可这个点 奥罗尔的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 恐怕不能帮我们 去城堡拜访普阿利斯夫人前 卢米安回了趟家 与奥罗尔交流了一阵 却认了下他的状况 他的眼睛可能得到傍晚时分 才能变得正常 没关系 不是由普阿利斯夫人坐后盾吗 丽雅半开玩笑地说道 头顶铃铛轻微作响 卢米安不再有意义 只是谨慎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去教堂前 我们在村里转一转 确认牧羊人皮阿尔贝里 这些危险的家伙都在自己家里 免得出什么意外 一进地下室 就碰到皮阿尔等已经获取恩赐的人 莱恩赞许点头 答应了下来 等他们交流好细节 瓦伦泰看了卢米安一眼 表情冷漠地问道 需要做净化吗 丽雅盲帮同伴解释了一句 你进了城堡 和普阿利斯夫人接触过 可能又遭受了一定的污染 没有 我相信普阿利斯夫人 这次不会这么做 那没有任何意义 卢米安很是笃定 他不笃定不行 他可不敢再让瓦伦泰净化 比起昨天 现在的他已经是舞蹈家 邪恶的气息 都从封印内来到了身体表面 一接受圣水的净化 恐怕会立刻出大问题 按照奥罗尔的分析 如今的他 整个人都属于需要被净化的那种 见卢米安自己都觉得没关系 只是一十字新的瓦伦泰 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接下来 他们在克尔渡村转悠的途中 卢米安回了趟家 将自己等人的行动告诉了姐姐 奥罗尔有些懊恼不能参与 无法提供自己那份力量 只能自建去村子边缘 担负起一有不对 就触动循环的责任 这对势力没什么要求 能模糊 看清路就行了 雨点好到十二点半还没人来找他 就重启循环后 卢米安告别奥罗尔与利亚等人会合 此时 三位官方非凡者 已经确认好牧人皮尔贝里等本堂神府团伙的核心成员 分别在哪里 绕了半圈 他们沿一条小路 抵达了教堂侧面 也就是上上次循环里 他们撞破本堂神府和普阿利斯夫人偷情时走的那个门 卢米安正待自告奋勇 用随身携带的小段铁丝 打开那扇平时不怎么开的门 丽亚仪走了过去 在锁孔位置拨弄了两下 推开了深棕色的木门 见卢米安略显恶然地望向自己 他笑吟吟说道 这是调查必备技巧 不要把翘所说的这么高尚 卢米安之所以没把心里的嘀咕讲出来 是因为丽亚已经往教堂内走了两步 她面纱和靴子上的银色小铃铛 一动不动为发出声响 卢米安尝试其解读 进教堂很安全 不危险 丽亚回头望了她一眼道 请家纯粹只是进教堂对付里面的人这个前缀 意思是地下室的危险依旧处在未知状态 卢米安大概明白了丽亚的意思 也对占卜有了一定的认知 不过就算她因舞蹈家带来了灵性的提升 也依然没任何占卜能力 这时 莱恩越过她与丽亚一起往教堂内走去 没几步 一个仆役从侧面过来 眨眼之间 莱恩冲到了那仆役旁边 抬起右手 劈在对方的耳后 那仆役哼都没哼一声 就晕了过去 莱恩顺势接住她 将她拖到了最近那个房间 丽亚赶了过去 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管装着无色液体的玻璃瓶 拧开盖子 灌了那仆役一口 这是什么 卢米安好奇询问 丽亚保持着原本的笑容道 震惊计 准备充分啊 卢米安暗自感慨了一句 就这样 他们在完全没惊动本堂神府的情况下 控制了那三名杂役 然后 丽亚沿着边缘的阴影 小心翼翼地前向本堂神府休息的房间 她无声无息拧动把手 将木门推开了一道缝隙 看见那位科尔度村最有实权的男人 正套着白色香金线的长袍 躺在木质的简易睡床上 呼吸平缓而悠长 靠近门的地方 桌上摆着盛放午餐的盘子和银制的刀叉 丽亚打亮了两眼 猫一样窜了进去 以堂为刀 啪的一下打在了本堂神府耳后 紧接着 她将剩余的镇静剂 大半灌入了纪瑶姆背内的口中 这就搞定了 卢米安于丽亚身旁探出了脑袋 这也太轻松了吧 不然呢 一个普通人你还想怎么样 丽亚好笑地反问道 卢米安恩了一声 主动上手 开始掀本堂神府的长袍 你干什么 丽亚又惊又疑 但笑容不减 卢米安头也没测地回答道 检查她的身体 她要看一下 现在的本堂神府胸口 有没有那个黑色荆棘符号 很快 本堂神府纪姚姆 背内的上半身裸露了出来 除了比较明显的一撮撮黑毛 什么都没有 黑色荆棘符号没有 代表特殊契约的黑色印记也没有 卢米安威不可见得点了下头 于心里自语道 看来是接受恩赐时才获得的符号 或者现在就有 但得靠冥想才能激发 我的那个又是怎么来的 第十二页的时候 想到本堂神府纪姚姆 背内目前可能没有那个黑色荆棘符号 卢米安忍不住产生了一些恶念 现在杀了他会不会不触动循环 提前将这个家伙扼杀在姚兰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考虑到本堂神府在后续事件里的重要性 还想等待第十二页的卢米安 最终战胜了自己 出了本堂神府的房间 莱恩对他和丽雅道 找不到赴本堂神府 啊 卢米安先是一正 玄机明白少什么 可能他回家了 他不被允许住在教堂 也没人给他送吃的 这魔鬼的仆人真是霸道啊 瓦伦泰望了房间内的本堂神府一眼 骂了一句 四人不再耽搁 往圣坛相反的方向走去 那里的角落是楼梯口 实质的阶梯非常狭容 只能容一个人通行 且又高又陡 他盘旋往上之处 是教堂顶部 向下则是地底 依旧是丽雅在前 他往底部走了 几层阶梯后 头纱和靴子上的 四个银色小铃铛 同时响了起来 叮叮当当 这声音不大 只在很小范围内回荡 时而急促 时而舒缓 这代表什么 卢米安难以根据 之前的经验解读 丽雅侧过身体 笑了笑 代表有一定的危险 但危险的程度 我占卜不出来 去城堡都能占卜出来啊 卢米安恶然自语 这岂不是说明 地底更危险 不一定 也许只是有什么事物 形成了强干扰 丽雅宽慰了她一句 城堡那次 不是普阿利斯夫人不在吗 到了这里 面对这么一点小插曲 他们不可能再退缩 依次进入了阶梯 一层层绕行往下 没多久 四人看见了地下室 那扇陈旧的棕色木门 丽雅抬手捏了下眉心 打开了灵视 然后来到木门前 卢米安虽然还未掌握 开启灵视的简便动作 但有了舞蹈家的灵性加强 没用多久开了灵视 看到大家都是红红的 很健康 等同伴们都准备妥当 丽雅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支亚的声音里 卢米安鼻子抽了一下 闻到了某种熟悉的味道 淡雅而清甜 他瞬间有所联想 忙告诉莱恩等人 有灰琥珀的味道 这可是祭司那位 以宿命为名的隐秘存在所用的材料 你还不够 你还不够